你現在收聽的是 葡萄樹傳媒 土告無界限 歡迎回到你葡萄樹傳媒的土告無界限 在錄影室裏面繼續有我這張雷阿K 還有阿Sam和惠心 還有阿芬 大家在看之前 記得Like我們的Channel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和將它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看到我們的影音 是的 是的 雖然我們都是吹一下水 是 我很認同的 是的 但是 但是在吹一些是活水 對 吹雞活水 Amen 看看怎麼看 有些人可能覺得不是 不是 很主觀的 是很主觀的 如果你覺得好就分享給別人 是 OK的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就是 關於天上法庭 什麼來的 天上法庭 有些人都是很新的 對於一些人來說 對於一些人來說 但是對於一些大英姊妹 可能已經聽了很久了 或者有些大英姊妹 可能聽了一些 又不是聽到很多 就聽過一下 是的 甚至乎 跟著一本討告書來討告 先講一下什麼是天上法庭 跟著又講一下家族的就座 因為天上法庭主要處理 其實就是家族帶來 或者我們叫血脈帶來的一些就座 或者的壓制 所以我們先了解一下什麼是天上法庭 其實天上法庭這個 Terms 好像現在這幾年才走出來 原於就是Robert Hatterson 他的教導 以及他的領袖 以至於出了幾本書 有些人就開始跟著他祈禱 跟著他的方法 其實天上有沒有真的有法庭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覺得 耶穌基督十字架 就已經搞定我們的所有罪 承擔了世人的罪 搞定了 那為什麼要搞這些事情呢 但是呢 雖然是這樣 但是 用了Robert Hatterson 這個博人 他的領袖 也帶出來的一些討告的原則 也有果效 我們也做了不少的個案 也有果效 我們看到有成效在中間 而我們做的過程 就都見到 就是神一直都有啟示 有處理到 也都有很多人 你說的成效是什麼成效 就是主治一個人 還是 可以這麼說 就是人會得到釋放 人會處理到自己的問題 甚至乎 有人經歷到醫治的 有很多醫治 我以為天上法庭 是真是一個法庭 在審判一些人 可以這麼說的 是嗎 可以這麼說的 根據什麼法律呢 不知道 等一下 天上有沒有法庭 這個觀念是很重要的 是 即是在神的國裏法庭 其實基督徒都知道 最後耶穌回來的時候 都會大家面對白色大寶座 是 所以大家也要交仗 那交仗 你是在哪裡交仗 在哪裡交仗 那白色大寶座是什麼 其實就是天上法庭 不信的 他是不是要受審判 最終極 未信的 如果未信主 是 他不是要在白色大寶座面前 要被審判嗎 仇敵是不是要被審判呢 如果要被審判這兩個字 審判這兩個字 審判這兩個字 是在哪裡運作的 審判在哪裡運作 是啊 在神的國 審判 如果你按情況來說 在哪個地方 自己 才會進行審判呢 正如應該是法庭 法庭 哦 我明白 這是法律字眼 我想到很複雜 是啊 我想到很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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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幫不幫你 這個是法律字眼 對不對 是 這個是法律字眼 在哪裏審判 就是在法庭裏面受審判 對 這是法治 那白色大寶座就是在法庭裏面 所以在這個絕對的聖結和公義的底下 我們要不就交帳 要不就被審判 要不就被審判 只是兩件事 要不是未信的 就審判 信了的 你也要交帳 都在白色大寶座裏面去做 如果有這個審判的話 最終極的審判 對仇敵也好 對未信的人也好 這是法庭或法律的程序 為何最後都要遷就這個法律程序呢 因為神是絕對公義 那神也要回應這個公義 你活該死吧 現在審判 你把所有的證據都審判出來 你就活該死吧 你落無底坑 無話可說 就是這樣 如果天上真的有這個法庭 有這個屬靈的運作 那怎樣處理罪呢 這就是一個問題 我們信了主 十字架就搞定了 是嗎 是的 但是為什麼聖經講 我們的罪 神說自負及子 影響到三四代 那我信了主 那我搞定了 那什麼影響到三四代 會不會影響到三四代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信了主 我的罪被結證了 那我的三四代會不會被追討呢 會不會呢 應該不會吧 照道理 我猜 然後又會說 神是你個人的救主 那你的子女呢 還未信主 讓我想一下 你有沒有經文 好像說 你和你一家都會必得救的 是的 但是他還未信 但是他還未信 我記得 是不是有個經文說祝福會去到千代 我沒有記錯 沒有記錯 沒有記錯 那三四代之前 那三四代之前 已經信了主 搞定我 就已經沒事了 那信基督徒的三四代後面 那些 所有人都 直到千代 但事實上 不是 又真的不是 但事實上又不是 那是甚麼問題 這是第一 第二 在法庭裏面 就是我們這樣說 受敵 稱為 就夜控告弟兄 對嗎 撒旦的名字 其中一個稱為 就夜控告弟兄 如果就夜控告弟兄 控告這個字又是甚麼來的 是甚麼來的 我想起是那些律師 兩位律師 通常都會在這裡說 就是指控官 他甘甘甘有在 那就是法庭 是的 就是又是法庭的字眼 又是法庭裏面 所產生出來的一個 叫做運作 或者那個情境 他是在宙夜控告 就是在法庭裏面 控告你 否則他在哪裏控告 你說在神面前控告 那神的面前控告? 那神的寶座 為何可以有人去控告 唯一就是法律 那個效力 那個時間 其實是處於法律的運作模式 他在控告你 所以天上有無法庭 是有的 就算你看 撒加利亞書 如果你看撒加利亞書 又會見到一個情境 就是那個大祭司 就叫做約書雅 還是 好像是叫約書雅 好像是叫約書雅 就被控告 那神就說 就脫去他的破爛衣裳 就給他一件結白的衣裳 他就是被控告 好像一個情境 就像法庭裏面 所以這些情境裏面 都在告訴我們 好像天上有些運作 有一些情況 以至到好像一個法庭 我們常常 為何他會就夜控告我們 仇敵有什麼權 就夜控告我們 我們有什麼破口 可能在下意識裏面 每個人都有破口 我就說 如果每個人都有破口 你信了主 你十字架 都搞定你的罪 你破口 有什麼破口 神都已經潔淨你了 有什麼破口 洗淨你一切的不義 你有什麼破口 自己把洞放在那裡 我想不到怎麼回答 因為我心裡的意念 我都覺得人都會有破口 但你這樣說完 我又回答不了 這個意念就是一個問題 人總是有軟弱的 人總是有破口的 如果是這樣 十字架已經救贖了我們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那你洗淨你 那你何來有破口 我也在想這個問題 難道 我的衣服本身都是穿了洞 骯髒骯髒 洗淨了 只不過 漂白了 漂白了衣服 那些洞沒有過 因為你很怕你說 救贖是 不只是救贖過去 是過去 現在將來都會救贖 十字架是 是的 所以我想 那代表跟破口的關係是怎樣 即是說 我現在衣服藍扭 穿了洞 骯髒 像黑衣 神救贖了我 潔淨了我 只不過把我這件衣服 漂白了 但那洞仍然在 沒有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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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換過衣服 漂白了 潔淨了我 漂白了 潔淨了我 可能是Style是這樣的 哈哈哈哈 那些洞貝 用衣服 那些是魚網裝 哈哈哈哈 或者是那時候 有一段時間 國內不是有一個 什麼歌 我知道 那個什麼歌 那個做 那些什麼歌 不是啊 就是黑衣 後來變了一個Fashion 那個不知道什麼 西梨哥 類似好像叫西梨哥 是的 變了一個Fashion 明明就是黑衣 但誰知道 上個桌子了 變了Fashion 還有很多人買那件衣服 是啊 不是這樣 是吧 即是有些事情 即是現在 有些人早前 都流行了一段 牛仔褲要穿洞才對 這樣 這樣 那你上到天上 這些是Fashion 來的 阿神你不懂 這樣 哈哈哈哈 哈哈 即是 這樣 即是 究竟是怎樣 那些破口是什麼來的 不是說十字架 已經 救贖了我們 結淨了我們 洗淨了我們 一切不移 那件衣服 難道繼續穿洞 那破口是什麼來的 破口從何來的 即是有些事情 就像蟹色 很矛盾 人就知道 人總是有軟弱 那你的軟弱 從何而來呢 是吧 其實你細心想想 今天我們 即是 人的軟弱 或者人有 某些罪的傾向 那這個罪的傾向 是從哪裏來的呢 所以我有時候 那時候 我和一些電影節目 或者和濫藥青少年說 因為我有服侍過濫藥 那我說 為什麼你們要吃毒品呢 其中一個問題 其中一個 我敢說所有 你細心想想 你家人有沒有人碰過毒品 或者家族上有沒有人碰過毒品 為什麼呢 有些人 要逃避 要自我安慰 要去舒緩自己 個人都不同的 有些人 就喜歡得麻雀 賭錢 嘩 很開心 很舒緩 因為有什麼問題 去打麻雀 未必一定要豪賭 或者喜歡打麻雀 喜歡玩一些 好像年紀大一點 特別是男性 賭下馬仔 好像精神寄託 那樣 他未必一定 傾家蕩蕩 去賭 可能是純粹去玩 娛樂 精神寄託 有些人就喝酒 兩杯 是吧 有些人會是這樣的 是吧 有些人呢 就情慾 色情 有些人呢 就毒品 或者吃煙 吃煙或者毒品 這些 那我問 為什麼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是這樣 遇到同一個問題 大家想的事情是不同的 大家遇到的事情 為什麼會不同的 為什麼很自然會在這邊 軟弱 為什麼他會在另一邊 又軟弱 那你就看看家裡 家裡有沒有人 在這方面有軟弱 同樣一個問題 有碰到 你就自然走去這些位 家族上有這個壓制 家裡很多人都賭錢 你很自然想舒緩 就去賭錢 如果家裡的人 假如你說很多人賭馬仔 只是碰一碰 都會影響到下一代 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因為這個是他製造了罪的破口 如果那些真的上癮 那下一代怎麼辦 他很容易就走去這個位 他本身有這個隱癖 他就很自然有這個問題 可能他家族上面 以前吃毒品 可能有人吃過鴉片 他祖先上面有人吃過鴉片 接著就沒有吃了 可能有兩三代沒有吃 但是到你再吃 因為那個破口已經在 沒有處理過 一直都沒有處理過 到你便可能走回去 毒品這個位置 可能煙就一直傳下來 煙就一直傳下來 但是毒品可能沒有 斷了兩三代 但是你便走出來 所以在你裏面 其實就有一個毒品 本身就有一個破口 但是你在什麼位置走出來 這樣 如果對上幾代 都沒有 假設是沒有家族助走的部分 因為一開始一定是有一個源頭 第一個 那第一個那個是怎樣 第一個可能是什麼 第一個是罪所衍生 那些仇敵是故意 那個試探 或者是某些罪惡 來到這個地區 或者這個國家 來繁殖的時候 以前沒有鴉片 是英國傳進來的 或者不是叫英國 或者是外國 傳進來中國 是吧 就是不會 中國突然之間 冒起了鴉片 就是外國傳進來 這個位置 是國家或者某些商人 打開了這個門 打開了這對門 而他們在那裡 而你們又 願意買來吃 然後那個罪便在那裡 但是本身 這個民族 或者這個家庭 本身都有罪的了 仇敵就多加一個罪下來 就是加一些不同的罪下來 這樣就令到你的家族 更大的壓制 好,我們回到第二節了 實際太多東西要 要問了吧 想了解 想了解 想聽多一點 是 因為家族的罪 所衍生下來 所以我們 要想一下 我們為什麼會出現呢 就是你為什麼會出現呢 就是父母的基因 父母的精子卵子 所結合的嘛 是 那如果每一個人 都是父母的精子卵子 所結合的話 就是精子卵子 是包含著你父系 和母系的所有的DNA 是 那如果是的話 為什麼我們會像我們父母呢 嗯 無論樣貌 情緒 或者喜好 或者 有些人是才幹恩賜 其實性格特質都會有些 也有的 我覺得是 就是 我們叫遺傳 是吧 那這些遺傳的裡面 我們純粹是用科學 或者是用表面去看 我想 或者大家可以去看 我們是 基督徒 我們是屬靈的人 那在靈裡面有沒有遺傳呢 靈裡面有沒有遺傳的呢 我們現在在說遺傳的話 就是我們 就是 身體上 或者情感上 就是性格 性格是在說 魂的問題 魂的問題 這些位置 那 跟著就是 樣貌的就是身體 肉身的問題 體的問題 魂的問題 也有遺傳 那靈呢 靈是不是牽涉到爆漲 那些 那些 都是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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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知道 我們靈裡面 是神創造的 嗯 是需要神的 是神做我們的 所以我們成為有靈的活人 這個部分是這樣的 但是 如果家族上面 是有屬靈的壓制 這些屬靈的壓制 會不會遺傳下來呢 你的魂已經是在壓制裡面 你的思想 情感 意志 你的喜好 所有事情 因為你已經有一定的偏向了 是 有一定的扭曲 思想上面 是 因為你遺傳了你的家族的思維 喜好 應該是有的 那 既然這個位置 其實是會有壓制的話 那靈界會不會是藉著這些壓制 都會遺傳下來呢 嗯 明不明白這個問題 明不明白我想說 那假如 譬如假如 當 我爸爸媽媽生了我 之後才有某些罪呢 那會不會影響到我呢 或者我生了一個小朋友 本身有一個罪的基礎 是 行為的罪 可能那一刻 你已經出生了 可能不算很影響你 那個行為的罪 他突然之間做某些行為的罪 但是 就是 在這個根基上 已經是 滿目蒼儀 哈哈 你明白嗎 你 即是我們 可能出生的時候 即是我們 即是 大家很坦白 即是 我們父母都未信主 嗯 即是我們出生的時候 父母都未信主 根本從來沒有人信過主 那 我們是不是真的滿目蒼儀呢 我們的根基 原本的根基已經滿目蒼儀 那麼 那麼 犯罪是很正常的 以及我們對罪 不會有任何抵抗 這是很正常的 這樣 因為 因為 根基本身就是這樣 根基本身就是 容讓罪在這裡衍生 嗯 容讓罪在這裡 就是 自由地運行 哈哈 不是聖靈 哈哈 不是聖靈 是邪靈 是自由地運行 是偶像的勢力 這樣 所以你對罪 其實是 互相吸引 是 然後你犯罪就很正常 是嗎 父母繼續犯罪都很正常 因為 根基本身就是 就是 那麼黑的 這樣 那麼 然後 問題就是 我們的罪 衍生出來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定的偏側 我們有一定的偏側 為什麼說 吃毒品的人 可能在家族上 本身有這個破口 等於一樣的 等於 有些人是這樣的 即是 不是你杯茶 始終都不是你杯茶 這樣 我當 你家族上面 我當 如果完全沒有賭博 賭博 完全是沒有的 賭博不是你們的杯茶 在家族上面 你怎麼都不會賭的 嗯 賭是對你沒有興趣的 是 沒有什麼興趣 即是 有人騙你買六合彩 應酬一下一次半次 即是應酬完就算數 你完全是不會理會他 即是你不會主動去碰這個 但是 如果我們家族 在情慾上面有破口 整個家族有情慾破口 不用別人教你 你自然就自己走了 嗯 自然就去 為什麼會是這樣 因為 那個河流本身 家族的源頭 本身就是這個 破口 本身就是這個 就走到那裡 即是如果毒品也是 即是如果 本身就有這個破口 本身就有這個破口 源頭上 他就會找毒品去吃 不是 你的朋友有人吃 你很自然就叫他 你不會抗拒他 你知道不好也好 你的朋友 叫你吃 你很自然就 嘗嘗嘗 用死嗎 即是這樣 是不是 你很自然 他不會抗拒他 他不會 不行的 即是 即是 完全拒絕他 即是 你怎麼叫我都不吃 這些人 不行的 在他裡面自然有一種抗拒力 是很大的抗拒力 不會吃的 不會碰的 你喝酒也可以 你叫我喝酒也可以 叫我吃煙也可以 你這樣我就不碰了 即是有些人是這樣的 即是 問題就是你家族上面有沒有人有這個破口 這個問題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話 即是 為什麼說家族的咒作 是不是 就是從這樣而來 嗯 那這些的壓制這些咒作 那怎麼處理呢 現在問題就是這個 就是怎麼處理 過去基督教裡面 開始多教會 是接受有醫治釋放 或者叫心靈醫治 嗯 心靈醫治或者醫治釋放 其實同樣想處理一些東西 嗯 因為我們也有做 是嗎 同樣想處理這些 破口 罪 壓制 可能是家族所帶來的 這樣也是想做的 即是 都是在處理這些事情 這樣 OK了 如果你接受到 你明白到 如果你做心靈醫治 你就會明白這些事情 你接受到 你就會明白這些 但好了 回到天上法庭 為什麼 這樣做醫治釋放不可以 為什麼要做天上法庭 天上法庭 不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不就是處理家族的事情 不就是處理一些壓制 這樣 分別在哪裡 分別在哪裡 沒有什麼分別的 人就是同一個意識 我想是斷不斷尾的問題 因為醫治是 只是醫治了你的人 但是法庭是說的是源頭 還是 這個 有幾個 有兩三方面 你一定要明白的 這樣 醫治釋放 取代不了天上法庭 天上法庭也不是 取代醫治釋放 這是完全分開的 這樣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呢 醫治釋放 先說 大家先接受這個 先 多人接受了 大家明白這個 明白了 醫治釋放 就很想做什麼呢 就是 你有沒有做過醫治釋放 我 應該有 很久之前 醫治釋放 最想做 你最想經歷到什麼 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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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被前擾,以及能夠將你過去有壓制的地方 不再被仇敵壓制 其中一樣就是不被仇敵壓制 好像有些東西走了,解脫了 解決或者解脫,好像被囚禁,突然釋放 那些囚禁就是那些刑履,或者邪靈的壓制 然後就趕走它,因為這些釋放很重要 最後就很想,如果有靈界壓制就趕走它 於是我就釋放,釋放是牽涉到有靈界的驅趕 有靈界的一些爭戰,要打碎營慮 或者鎖鏈要斷開它 或者有一個囚室,要打爛那個門 等你釋放出來,很想有這些事情 但是天上法庭呢?天上法庭不是在做這個 天上法庭是什麼?法庭是做什麼的? 應該是判罪的 是的,處理罪的 是處理罪的問題 法庭是處理罪的 又回到那個位置 十字架不是已經搞定所有的罪了嗎? 又回到的 為什麼呢? 那為什麼又要處理罪呢? 這個就是家族上 那我父母有沒有認同這些罪呢? 我之前家族上的祖先 某幾代的債 或者犯了的罪 我們在說那個源頭 那他有沒有認罪呢? 他在法庭上有沒有認罪呢? 所以仇敵就是就夜控告 他在控告我們什麼? 如果我們自己犯了罪 我們現在自己犯了罪 你現在犯了罪軟弱 你已經認罪了 那你認罪了,他控告你什麼? 他沒有什麼可以控告的 是啊 但是他又在就夜控告你 那他難道沒有事拿出來 挖來控告你嗎? 無事生非 屈我們 屈你嗎? 神也不會理你 屈你的 是 但是他一定是有些東西 抓住 可以控告你的 不只是你個人犯罪 而是你家族上 未處理的罪 在你的家族上 很無顧 因為你就是盛存了DNA 現在你是他的後人 即是他在控告我的DNA 是啊 在控告你的DNA 屬靈裡面 因為你是這一家人 即是等於什麼 如果我們經常用一棵樹 來認罪 那他都可以控告耶穌 照到你 耶穌他完全是聖結的 但是他去馬里亞山 是啊 但是他是 絕對聖結的 不過他是聖靈感人 聖靈感人 但是他也是活在聖結裡面 整個法則 以及他在一個教授裡面 他是沒有罪 即是沒有原罪 即是沒有原罪 我們在說沒有原罪 他連DNA都不能告 沒有的 是的 沒有原罪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問題 但是這個 控告裡面 他就抓住你的家族 我們用一棵樹來形容 一個家族就一次一棵樹 即是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 其實可以說一個家族 以色列 以色列的名字本身就是雅各 後來改成以色列 就是雅各這個人 他就刪了這棵樹 成為以色列國 所以就是橄欖樹 或者毛花果樹 就在形容中以色列 那麼 我們的家族可能都是形容一棵樹 那麼這棵樹 到我們 不知道刪到哪一條枝節 接著就到我了 但是一直刪到根 就是這棵樹的根 我們就是在說這個源頭 那麼如果在河流 現在我們是下游 我們的上游 是被污染了 被人倒了很多垃圾 被人倒了很多泥頭 被人倒了很多污染物 那麼我們下游 怎麼潔淨呢 是吧 潔淨到多少清潔的水 沒有用過 我們上游已經是 很髒了 嗯 現在在說上游 這樣 那麼我就要先處理上游 以至到我們的下游都被潔淨 那個位置就是這裡 仇敵在控告我們的上游 上游 你明不明白 我明白你講什麼 我明白你講什麼 你明不明白 我明白我真的明白 因為我一直在幻想那件事 是的 轉得比較慢 是的 就是 受敵在控告 抓住了我們上入未處理的那些 好了 現在天上法庭就是什麼呢 我們要走一個法律 是 法律 就是受敵在咒野控告我們 OK 那我們就走一個法律程序 我們就來到天上法庭 在神面前 神你是公義的大法官 神 我們經常叫他天父 是 是 接著 受敵就說 天子犯法 與庶民同罪 你犯了法 說知你是皇帝仔 是 這樣 這樣 神也說 那也是 是嗎 那 他就繼續控告我們 現在就說 OK 我們走一個法律 神你是公義的大法官 那我就代表我家族 你要認罪 那我家族有什麼罪呢 我們天上法庭就是處理這件事 所以我們要花很多時間問 問我們每一個人 我的父系 我的母系 我們有什麼罪 我們在做什麼 但是會知道嗎 有些東西知道的 有些東西會知道的 有些東西會知道的 問得出來的 問得出來的 問得到的 這些過來人 他們都是過來人 真的嗎 是 你上一代 上幾代的聚理會 知道嗎 有些是問得到的 好 這麼快就去到最後一節 現在才是碰到皮毛 因為這一集對我來說很有趣 我自己也沒有怎樣接觸過天上法庭這件事 所以就很多東西想知道 很多東西想問 是 那先說回我們正在說的東西 我們會看到的 我們會看到 從那些父母系 看到 是 我覺得沒有可能 我也不會知道他們的罪 但你說不是 你問到一些東西出來的 是問到的 當然 因為要從每一個個案裏面 對你的家庭的認識 是 有些時候是 你認不認識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有些人就會說 你的家庭圖 是 我們是整個家族圖 你有知道多少 這個家族圖裏面 連你的 你自己的兄弟姊妹 你父母的兄弟姊妹 或者配偶 父母的兄弟姊妹 那些子女 然後 爺爺那一代 爺的三代 爺爺那一代 我們又知道多少 爺爺的兄弟姊妹 或者他們的家庭背景 或者 他們的身體狀況 這些位置我們全部都會談 通常我們去到爺爺那一代 那些人都已經停了 有些可能爺爺那一代都沒有資料 最多 爺爺那一代都可能有D資料 就知道爺爺和爺爺 爺爺爺的家庭 可能不太知道 有些 有少量的人是知道的 可能就是爺爺 爺爺 三代 你這代 父母那代 爺爺爺那代 爺爺那代 爺爺爺 爺爺爺 爺爺爺爺 那他們 婚姻的問題 情緒的問題 有沒有賭博的問題 嗜好 賭博的問題 隱癖的問題 隱癖的問題 墮胎的問題 對 拜偶像的問題 對 拜偶像的問題 這些位置我們全部都會問 嗯 全部這些東西都會問 然後還有外遇 是不是 有沒有私生子女 但是以前那些是 不是叫外語的 他們叫 有幾個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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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即是可能娶了 但是那個 第二拉三拉那些 四拉那些 初頭是什麼 是外語 來的 有機會是 初頭是外語 來的 然後娶她回來 是啊 即是已經發生了關係 有了子女了 或者打了肚子 才娶她回來 嗯 明白嗎 名門正取可能只有一個 第二個那個 那個可能就是外語 來的 或者第三個是外語 以前是不是很普遍的 這些 都是普遍的 有錢人就普遍 有錢人普遍 可能第二三拉那些 是你的妹仔 嗯 可能是其中一個妹仔 下人來的 不奇怪的 即是可能有這些 但是如果是二拉三拉那些 可能她已經有 懷了人 那個就是私生子女 如果 我很好奇想知道 譬如如果是私生子女的子女 他們的 即是家族的遺傳 以及 是不是又會不同呢 那可能她自己 就會有機會有私生子女 即是她們遇到 可能有婚姻問題 那如果她是 有私生子女 但她是大婆那邊的子女 下一代 她是大婆的下一代 那她都有機會有私生子女 也是 因為她爸爸有 她父母有 明白明白 她的爸爸會 即是 爛滾的 那她可能也是爛滾的 這樣 即是在情慾上面 在婚姻上面 她就有破口 嗯 這樣 我們就看這個位置 這個就是破口 因為這個是罪 她有私生子女 她有情慾 她有婚姻上面的不忠 這個就是破口 嗯 那可能是婚姻的問題 她就會出現 那她下一代 可能很多人出現婚姻問題 嗯 可能會出現外遇 可能會有離婚 即是下一代 沒有理由三妻四妻 嗯 如果第二代 第二代也可能有機會 有機會 可能有兩個家庭 即是有些人會接受到 即是你爸爸那一代 其實根本就是外遇 有另一個家庭 有另一個家庭 不過彼此明白到的 這樣 引到的 那她沒有離婚而已 嗯 即是到爸爸 即是到你的那一代沒有 即是一個而已 是不是 一段婚姻 但是呢 鱷魚就會有幾個 不奇怪 嗯 接著有離婚 或者再婚 離婚再婚 離婚又再婚也有機會 是這樣 那就出現這些問題 接著就會有私生子女 這樣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私生子女的話 你看聖經 私生子女是不可以見神的 嗯 有私生子女不能見神嗎 不能見神的 神不讓她入聖殿 那她是不是很慘 她無辜 所以她信主就很難了 噢 她信主就很難了 這個家族信主就很難了 她是私生子女的後裔 她信主就很難了 明白嗎 即是她有一個難處 她信主在這裡 縱使她信主 她的靈裡面 好像很難看到神 很難感受到 是的 很難感受到聖靈 而且也有孤兒的心態 是的 孤兒的靈很大壓制 這個就是破口 不是有孤兒的壓制 這是其中一樣 如果你說 拜偶像 拜偶像 跟仇敵有很多結連 有很多結連的時候 靈界就有很多壓制 那邪靈在家族裡面有很多壓制的時候 你的遺傳就是這樣 靈界就繼續遺傳 所以你對拜偶像 好像很正常 很容易就接受拜偶像 你的家庭的教育 所以有些弟兄姊妹 信了主也會 信了主也會 走過路過 謝謝姐姐 有些是這樣的 塔羅牌那些 不是 不是 就是 孤兒野鬼 走過的時候 不好意思 謝謝姐姐 走過 有人燒街衣 在街上有小便 小便 小便 各方山野嶺 但是有些 就是 走過 有人燒街衣 那裡有一堆東西 一定要這樣過 有時候會抱過去 有些位 他就 謝謝姐姐 走過去 有些位置 他會感覺到 或者怕了某些位置 他們很自然反應 為什麼你會出現這個自然反應 所以有些人就是 叫 世伯伯母 就不要叫伯母 叫什麼 伯友 伯友 大家看 是啊 叫伯友 你又說得很順口 為什麼你會這樣說 你很接受這些 為什麼你這麼接受這些 這是傳統民間宗教 你為什麼這麼接受傳統民間宗教 你是基督徒 有時候是習慣來的 有時候是空 不要叫空 叫吉 是啊 一方面是習慣 但是你為什麼會接受 有些人是完全不會接受的 有些人是 伯母就是伯母 你不想聽伯母就是 伯母 你也是這樣 是不是 他不會特意說伯友 他不會跟那個民間宗教 但我也會說 吉屋這間 我也會說這些 為什麼 就是家族上來 這是什麼習慣 不是 家族上 你已經有一個文化在這裡 你會接受這個文化 哦 這個傳統文化 我們已經很深遠了 我們中國很深遠了 這個文化 所以我們很接受 這個中國文化 這個是跟靈界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是中國民間信仰來的 如果中國民間信仰來講 就不在真理裡面 那邪靈便會動你 會干預你 就是邪靈便會 你接受了那種文化 邪靈便可以有權 繼續影響你 這個便是破口 這些便是我們的破口 可能基督徒不知道 這是破口 因為我已經接受了 這個是文化 靈界便可以在文化上入侵你 這個便是破口 即是你開了一對門 或者你鑽了一個洞給它 這樣它便會進來 這樣 這個問題就是 我們經常都很在文化上 兜來兜去的 這個跟宗教是有關係的 就是拜偶像的問題 就是中國傳統文化 這個跟拜偶像是很有關係的 我們家族上就是這些壓制 我們便會做這些 是嗎 明白嗎 OK 因為我們時間關係 是 我們可能要先停在這裡 沒錯 放心 我們下一集再說 好 好嗎 那我們大家同 好 參與主要 神娜求你 幫助我們每一位觀眾 都可以在你的愛裡面去成長 神娜知道我們每一個 都相信是有他的一個家族上的助走 神娜求你親自去幫他們去處理 雖然我也不知道應該要怎樣處理 但是神娜求你 就用你的愛去處理 去幫助他們去處理這件事 神娜求你祝福他們每一位 求你養到大家 都可以真的在你的愛裡面得到自由 求你養到他們每一位 都可以更加因你的緣故活出愛 天父 你讓在天上法庭裡面 給我們每一個聽的看的 他們在靈裡面都能夠碰到 他家族裡面的破口 根源 讓我們在天上法庭裡面 我們真的為著我們的家族 去到認罪悔改 主要求你讓我們每一個 這一個只是第一集 只是一個開頭 讓我們有一個好位根基 好位概念 以至當我們再進入之後的集數的時候 讓我們能夠掌握更多 明白更多 所以神娜你來有救 啟示我們每一個 多謝你 奉耶穌的名祝福 每一位弟兄姐妹 每一位觀眾 在你的靈的深處裡面 神要釋放一個啟示的靈給你 讓你明白熟靈的事情 又打開你的熟靈眼睛 能夠看到熟靈的狀況 以至到神隱藏的秩序 以及神的奧秘在你裡面 來到被展現出來 所以在天上法庭裡面 所有熟靈的秩序 所有熟靈的法則 甚至乎熟靈上面的權柄能力 都要釋放在你裡面 以至到你明白 在這個法庭裡面 所有的運作模式 所有的規則 以至到你在你的生活上面 熟靈的步伐上面 是更加有根有記 更加的實證 更加的明白 我們的權柄在哪裡可以發揮 奉耶穌的名祝福你 祝福在你靈魂的深處 能夠明白到 更加捉到 更加活出來 是神的秩序 神的法則 多謝耶穌 天父你親自釋放 你自己的啟示在每一個弟兄姐妹身上 每一個觀眾身上 讓他在靈裡面 能夠碰到 法庭裡面 所有運作的事情 多謝主 聽我們祈禱奉耶穌的名字 阿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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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